乔布斯离世十周年 博仲难分的库克 过程及时奖励 十年前的2011年10月4日 史蒂夫·乔布斯的继任者库克正式发布了iPhone 4S手机 而在病床上观看发布会直播的乔布斯 在发布会结束后 嘴角露出了一丝微笑 而就在iPhone 4S手机正式发布后的第二天 史蒂夫·乔布斯离开了这个世界 留下了iPhone 4S作为乔布斯的临终之作 即便在今天各界提起他也不断地称赞 而iPhone X作为iPhone的十周年之作 即便它的二代烧屏的令人发指 线号 续航令人偶尔生艳 iPhone X终究开启了全面屏时代 让手机行业中出现了屏占比的概念 在这个时期 iPhone一直在流失用户 无论是5G 120Hz高砂屏等等 iPhone实在是太慢了 顾客似乎已经将苹果发展得异常安逸 而自研的安秘芯片 目前也存在问题尚需解决 这三 4年的苹果已经早已没有那么多野心